可以让你去 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就是阿尔斯菲尔德的 女巫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 你吃了一个饭 我可以让你吃 你想吃的任何一个食物 这就是法兰克福 最最特色的东西 就是平和酒 其他地方没有 我可以让你住 你想住的任何一张床 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定制旅行 对 环游世界 吃遍美食 在许多人眼里 这是最惬意的生活方式 而在中国 有那么一群年轻人 以此为业 他们被称之为 旅行定制师 传统的这个司机 大家一听就觉得 好像从来都要上 它是贵 对啊 你像你一说 从来都要上 我当时就忙了 我肯定是掏不起 对 我们专注的并不是贵 很奢华的这块 而是说 希望把它真正做到 适合每一个人 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够以一个 大家自由行的价格 能够享受到 我们这个定制旅行 旅行定制师蔡运 曾在海外留学 一直以来 她都是朋友圈中 有名的旅行达人 回国后的菜运 创办了无二之旅 致力于为客户 打造私人定制的旅行 去的地方多了以后 很多人就会来问我说 你下次什么时候出去玩 能不能跟着你一起去 就这个市面上的 这个需求 其实是非常旺盛的 客户呢 他可能都会提出 自己这个千辛百怪的要求 就比如说 有这个什么反高之旅 然后有什么音乐之旅 定制师通过自己的经验 还有他的这个逻辑判断 然后再配合 我们后台的这个数据库的支撑 然后把它能够转化成 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线路 无二之旅的定制师们 大多数拥有留学背景 对他们来说 定制旅行并不只是一份职业 更是一种生活理念的 行行行 没问题 好的 谢谢啊 8月12到14两个晚上 两位访客 对了 没问题 路线已经确认好了 因为旅行本来是我的兴趣 如果拿兴趣是我的工作来讲 就特别开心 刚好一个机会就认识了 无二之与当时的 合伙人之一 蔡运 两个人聊之后发现 对于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觉得有共通点 旅行对于我来说 就像一个种子吧 一直在心里萌芽 在德国学习这一段的话 我几乎每一个周末 都会去一到两个国家 然后就想 为何不把真正的旅行 作为一个职业 对于这群 从海外归来的年轻人来说 薪酬并不是他们选择职业的 第一要素 他们渴望通过这份 别具一格的工作 来延续自己未做完的梦 为了让公众了解 这个新兴行业 无二之旅团队 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 宣传自我的机会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大家也都会愿意 为一个非常专业的服务去付费 他不需要考虑任何的理性的东西 那他只要想说 我喜欢什么 我要去什么 那至于怎么把它串联起来 这个就是完全交由 我们的旅行顾问 和我们的旅行定制师 请求定制密业旅行了解一下吗 去北欧看极光 去西西兰看企鹅 这种新兴的旅游方式 为无二之旅带来了不少客户 一对八年后的新婚夫妇 期待通过一次私人定制的旅行 为自己的蜜月之旅 留下难忘的而已 你们之前想过是去哪个国家呢 去欧洲 买了很多 女人都喜欢的包包啊 鞋啊 什么的 原本打算喜欢的那个旅行 说因为它这个线路的制定 都比较死板 所以可能也不符合我们 对蜜月的这种追求 有想过最想去哪个欧洲的国家吗 我学德语 可能我希望在德国多待几天 但如果没有这种 这种私人的这种个性化定制呢 可能我就没有办法 说去真的去在德国多待几天 当他们两个提出了很多旅行的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很迅速地告诉他们最详细的信息 然后感觉他们就立马就有那种信任的感觉 他们觉得 怎么你会这么了解当地 我能看到他们眼睛都是那种放光的感觉 我可以给你们先看一下 之前给我们的客人做的一些路书 你们可以自己翻看一下 路书是什么书啊 路书其实就是在你们出行前 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行程表 但是比简单的行程表要详细很多很多 定制路书和专属旅行家陪同 是无二之旅为客户提供的两种服务 前者物美价廉 定制师无需陪同客户出游 只需要为客户量身定制旅行攻略 而王浩夫妇则选择了花销更大的后者 我们不着急要路书 对啊 回来以后再让他们把我们的照片放 他们是告诉我 真的是希望我能跟他们一起去 他们还是想要那种非常了解的人 带他们去那种地方 我们想大概就是十万以内吧 我们是按照你整个旅费的百分之二十这样去收费的 我可以全程对 就是你就跟着我们对对对 然后帮你做所有的行程 其实你们两个就什么都不用担心这种 我可以 配合雷涛的一系列这个描述啊 带给我们一种憧憬 不只是一个导游的身份 做专属旅行家 像一个好朋友的身份一样 去介绍自己生活的地方 又感觉自己在旅行 又感觉又有人在身边 有保障 这样的一种状态 无二之旅的客户群 大多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 年轻一代渴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展现自己的个性 而这种新兴的旅行方式 无疑满足了他们多元化的需求 王雷卡维克就开始提车 就是从18号一直开 应该是开到25号 跟他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在美地圈 葛先生特别喜欢冰岛的摄影 跟这个独立的小路音乐 所以就是蜜月想交给我们来做 主要的目的的冰岛 我们是觉得去那个地方拍荒山照 可能更符合我们 最终想要的一个感觉吧 王鑫的客户 希望自己的蜜月之旅 打上独特的地狱烙印 这不仅要求旅行定制师 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 还需要定制师的服务 与客户的需求达成默契 找了两位冰岛的女摄影师 分别叫Rebecca跟Siga 就是她喜欢的这种 比较简单直接的这种 拍摄的风格很自然 Hello Is that Siga Ella speaking? Hi This is Cindy Hi Yeah 最后决定选这个Siga Ella 这个冰岛摄影师 所以刚刚就给她打一个电话 跟她说我们已经选择她 作为我们的摄影师 那还有就是付款 想跟她了解一下 她比较喜欢怎么样付款方式 我现在想给她发封邮件 把行程捉一下 旅行从来都不是一场 不计成本的狂欢 在精打细算的中国人眼里 它同样是一门 关乎性价比的生意 通过我们的所有的B2B平台 比客户自己订 节省大概10%到20之间 对 在酒店上 那比如说交通上 我们有这个反例的渠道 相当于是可以 比客户单独的这种采购 要有一个折扣 换位思考 让定制旅行获得市场的青睐 新时期的消费者 更愿意为这种 无微不至的服务买单 专门为顾客买一个项目吧 来到这个项目的 我每次旅行 用不上那么大的项目 但是这个顾客 就想多带点东西 其实位置是想留给顾客的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行李牌 我会帮他们把名字写好 就是那个名字啊 什么电话写好 这个东西 这是我送给顾客的一个礼物 我可能会帮他们拍很多照片 我沿途会放在这个U盘里面 直接把U盘送给他 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其实这就是我工作的特别之处吧 我希望顾客能感受到 这些快乐的事 王浩夫妇的蜜月之旅即将开启 他们的第一站 是德国的法南客服 但里面很漂亮今天 所以我们来 天气刚刚就起了 太好了 我们要拍一个照片 拍一下就拍一下 没错 还有一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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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都在我家里做 对 对 那里面带里面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 除了化妆 他那里有什么情意 刚才前赵人告诉我说 他可能不想带化妆品这些东西 他就在T3就买了很多化妆品 然后上了飞机 就把它放在座位上面的 那个放行李的地方 然后下飞机 他忘记了 我自己也忘记了这件事情 他们两个其实跟着我疯狂去 跑跑到廊桥里面去 跑回去以后发现廊桥已经关了 没关系 他们会听 把妆子呢 都是我们几个都放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 得来 要等十分钟 然后再看结果吧 后面又去那个洛杉桑 交了半天他们找又没找到 当时就很伤心 我感觉我比他们还要伤心 旅行刚开始 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为了尽快安顿旅途奔波的客户 分身乏术的雷涛 联系了自己在当地留学时结交的朋友 这是我的朋友们 然后我们把一个东西帮来 就先让他们跟你会合一下 我车还没有去 然后我可以带他们去取车 对 你们去取车 取车当然在这儿 谁带驾照 驾照原件没办 都带公证 当然要驾照原件 我们是准备好自驾 结果招人是拿了工程线 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那我们所有行程的安排 都完全其实都改了模样 都必须 我必须立马做出调整 全部选择公共交通 因为租车完全不行了 顾客刚刚开始就觉得心情不好 我今天其实有努力 想了很多办法来安抚他们 首先会让我们停忘在飞机上 可能他们也不愿意提起 但是这个东西要用 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 就是法兰克福 这么很有名购物的地方 一条街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直接带你们去买 我就推荐起来 我自己觉得很好用的花团品 他们拿完以后 直接付了钱 就是真的很希望 他们心情能好起来 是不是超便宜 天哪想哭 一百五十欧 什么一百五十欧 八块钱 每个来法兰克福的人 都必须在这里拍一张照片 这就是法兰克福的带着 从明天开始所有的行程 我都要去改变 当他们很开心的时候 那我自己心里也在嘀咕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因为很多事情是提前定好的 自驾不了 那我们就得迅速地安排 再去把这个东西给退掉 尽快预定火车票之类的 对对 你们要喝汤吗 我要的 给你们要的小杯的 因为它很浓 其实如果你喝的话 哇 一下子上头了 北来人他们高兴 本身行程中 是没有安排这家餐厅的 包括后面 都是我自己来 来付整个账 晚餐是一百一十二块 对于我的收入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做 我希望他们能在一个 非常棒的位置 欣赏非常好的风景 心情能好一些吧 我要把这个蛋 给美丽的新娘吧 怎么样 特别棒 那哪 这个适合我 我记得六十多 老师这个角色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导游 然后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反应 处理问题 它都需要去做 在距离法兰克福 八千三百公里的北京 雷涛所在的乌尔之旅同地 同样在为皮革自身的服务水平 我叫王欣 你们可以跟他们一样 叫我孙蝶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些 冰箱比较深刻的案例 那这边上这位奶奶姓段 八十六岁 一辈子呢 都生活在宁夏的小山村里 非常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我阿姨的儿子 韩先生说 想带信天主教的妈妈和奶奶 一起去梵蒂冈朝一丝圣 说这辈子没出过国 想见一见外面的世界 更想见一见教皇 第一考虑我们觉得有风险 我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 他说我是打开百度搜索 意大利旅游 挨个打电话 前面的所有的旅行社都试过 没有人愿意帮我们 做这样一个行程 没有人愿意接我们的单 那我们作为定制旅行 应该体现我们的人情味 我们对客户的关怀 所以我们觉得 既然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就想办法来做 所以就当时决定说 派我陪同他们出行 我们有遇到什么 比较大的困难 然后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这些人 老人家胃很不好 吃不了硬的东西 而且牙也很不好 于是我们当时带了 大概两瓶小米 对 每天早晨 用这个房东的电饭锅 来煮小米粥 正好是周日 做了礼拜之后出来 大概是十二点 然后听到人群有欢呼声 教皇就给大家挥手 于是就拍到了这张照片 就是他整个人 是非常的激动 那我们在机场送别的时候 段奶奶给我个 特别特别大的拥抱 然后她跟我说 说谢谢 因为她平时不太爱说话 所以我当时就真的觉得 我自己做了一件 特别特别好的事情 我们可能现在很少用 好坏来说一件事情 只会说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利 我觉得从她身上 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其实也是帮助很多人 完成她一生当中的 很多的梦想 大到这种 一辈子的最后一次旅行 可能小到 在哪里吃一个烛光晚餐 在哪里求婚 大家其实都会遇到 各种点滴的小故事 很温馨 很温馨 一段段独特而奇妙的旅程 让这群八年后年轻人 更加坚信 这个职业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意义 是在永不停止的脚步中 成长为更好的自我 等他们两个睡醒了 然后咱们就回来 那个一会儿吃早餐 我刚问早餐了 还有二十三分钟 才能准备好 早晨五点的法兰克福 还没有准备好 迎接新的一天 雷涛就已经开始了 自己的工作 他希望以周全的准备 为客户的蜜月之旅 翻开新的一页 因为不能自驾 那我就尽快去火车站 希望能把今天的行程 包括火车票 尽快给他订好 他们早上一醒来 就有火车票了 这晚早上就可以 直接带着他们去玩了 马尔克福到基森 再从基森 坐一个车到阿尔斯菲尔德去 阿尔斯菲尔德就是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小红帽的故事发生地 都是从第十六站台出发的 方便 德国早餐是这样 吃早餐了 买完票回来以后 刚好也是吃早餐的时间 旅行也终于可以 很愉快地开始了 帮你们切一个面包 吃多一点 阿尔斯菲尔德被誉为德国的童话小镇 它是许多格林童话的灵感来源 然而这样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地方 却并不为大众所知 走 跟我开始童话旅行吧 看着 在一场非常美 我最爱的地方 有没有 这叫集市广场 中世纪时候 女巫是真实存在的 女巫在炼制邪恶丹药的时候 就会在这取原料 很久很久以前 有人犯了错误 村里的人就会把他们给挂在这 直到他就是说我错了为止 就这样 这就是阿尔斯菲尔德的 女巫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 这个小镇除了是 这是小红帽的故乡以外 还是青蛙王子的故乡 对 拍吧 青蛙王子的故事也发生在这 这是一口水井 下面还是有水的 这就是童话屋 看那个场上的面子 其实就是长发公主 这就是这个小镇的特色 小而静致 很多很多这样的小镇 雷涛希望用自己的服务 为客户打造一个 量身定制的爱情童话 然而他同时需要考虑 要用多大的成本 讲述这个童话 他们是专门送你们一个大礼 因为先告诉他们 你们两个刚刚结婚 哦 对 希望我们所有的客人 是更精明地去旅行 本身我们和酒店 其实也非常熟的一个关系 在他们两个去查询的时候 就给他们两个生了房 还便宜了一百欧 好 对 那你们两个就休息 好 你们先去吧 先休息 泡泡脚 泡泡脚 一定要泡一下脚 好 顶趟旅行 所有的费用 都是客人来承担的 所以呢 我们不希望客人 花太多钱 包括我自己选酒店 其他的专属旅家 选酒店 都会选择非常便宜的酒店 就在客人旁边 那这个水比那边水便宜一宝 那边水舞 我要去见欧玛基斯了 结束阿尔斯菲尔德的旅程后 王浩夫妇希望 下午能在酒店休息 这让雷涛得以自由支配 自己的时间 他决定去看望 自己在留学时结交的朋友 欧玛我以前的房东 对我来说 就像在德国的亲人一样 好吗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对 我很棒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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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 以前在欧洲生活 我妈经常带我去这吃东西 去拿玩之类的 第一次旅行 能够跟她见一面 觉得挺幸运的 我们俩想 可能以后就再见不到 没想到还能见得起 这也是我为什么 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演绎 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自己会想不到 但是每次发生都 觉得很开心 第二位啊 我们现在到购物村了 司徒加特的购物村 是雷涛为王浩夫妇安排的 蜜月旅行第三站 也是这对热衷购物的新婚夫妇 最期待的一站 购物需求这是他们首先很需要的 刚好去的时候是欧洲的打折机 很多奥特莱斯都是折上折 买一个东西超级便宜 现在在国内卖一半个 这个卖四千 十九二十九啊 那我再挑一样 我挑好一条级 你挑一条级 司徒加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奥特莱斯 她说那样要购物一天 这是我特别期待的 作为我的女朋友 她喜欢花钱 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们俩特别有默契 我的观点就是 钱不是靠攒出来的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口 给她疏通出去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作为男人 我有挣钱的动力 和这种家庭的一种正面的压力 在雷涛的规划里 购物是此站旅行的首要目标 但却不是唯一目标 在玩的过程中 我就尽量地让她能融入到当地去 我自己的玩法 是偏于文化这方面的 去了解当地到底发生过什么 这个小镇的历史是什么 苏特莱斯是一个艺术之城 满大街都会有很多很多流浪艺人 这个氛围就会让人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尽情地享受这个音乐魅力 是什么 是什么 全世界所有的咖啡名字都是用意大利文命名的 就像全世界的香水都是用法文命名的一样 有没有学到知识 有没有学到知识 我想介绍更多的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给她 这真的没有想到她们一点都不感兴趣 后来发现她们真正感兴趣 其实就是购物 然后我自己对购物 并不是非常了解 本身我在欧洲生活时候 也不是很常接触到奢侈品 我没想到我的客人对这方面需求是非常大 可能今天有一些可能在国内没见过的牌子 我会问到哪里 我说这叫什么牌子 还会说我也不太清楚 我说如果我能简单地把这个品牌的一个 简单地有一个介绍的话 购物来自愉悦度会更高一些 对于旅行意义的不同理解 让定制师雷涛和客户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分歧 定制旅行 这场号称新时代旅游行业的革命 在抓住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